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时期 镇国想出兵攻打宋国 引起晋国齐国的不满 便联合几个国家对抗镇国 弱小的镇国知道自己的军力不足 急忙向镇国求和 镇国答应镇国的请求 说服其他国家退兵 为了答谢晋国 镇国准备了乐师 歌女 各种乐器及装备完善的兵车 送给晋国的君王晋道公 收到礼物后 晋道公感到非常开心 便将半数的乐器与歌女送给大工程卫将 感谢他对国家的贡献 但个性正直的位将却不肯收下这些赠礼 他对晋道公说 晋国会强大 是因为君王的才能和大臣们的功劳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而大意 因为人在平安顺利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 这样才能提早做准备 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发生 晋道公听完魏将的话 知道他时时刻刻都牵挂国家与人民的安危 对他更加敬重 晋道公说 是您教我和其他国家友好 才让晋国变得更加强盛 赏赐臣子里五是国家的常规 不可免除 您就收下吧 于是 魏将便依照礼法 收下这些赠礼 这就是居安思维这句成语的由来 用来形容处在安乐舒适的环境时 也要想到随时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小朋友 没有人希望遇到危险 但生活中充满了考验 战争 台风 火灾 地震等灾难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加强防灾演练 才能保持警觉性 遇到紧急状况时 才不会因为慌张 而忘了如何逃生 小朋友 听完居安思维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源起是 郑国想攻打宋国 引起一些国家不满 郑国自知兵力无法对抗 主动向靖国求和 这个故事的过程是 为了答谢靖国 郑国送了许多礼物给靖道工 为这样劝他 不可因现在的安乐舒适 而忘了可能发生的危险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处于安全环境要居安思维 当灾难来临 才能冷静面对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居安思维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想想想看 小朋友 小朋友 上面三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 朋友 老师分享 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居安思维 它的意思是 处于安乐的时候 也要想到危险可能会随时出现 主要是用来表达 要灾祸时才能临危不乱 与居安思维相似的成语有 未雨绸缪 防患未然 而相反的成语有 烟雕除糖 高枕无忧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